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同额像的人命运如何呢?下面大佬就为大家具体分析一下 额头高耸意味着基础扎实 额头高耸的人证明元神旺 所以这个人经历好 聪明好学 学习能力强 而且出生不错 家境富裕 能够获得良好的教育与培养 因此各方面基础扎实 在将来的竞争中能够占到很大的优势 但是有时会想的太多 需要判断的时候 显得犹豫不决 给人留下过于理想主义 不切实际的印象 额头远广 权力欲众 额头远广的人善于权谋 智商很高 能够深入分析人和事 看人看事十分透彻 但是他们全力遇过强 喜欢掌控别人 野心大 且越战越勇 遇到困难和挫折 不仅不会退缩 往往会激发出更旺的斗志 努力奋发 所以他们大多都会有实际权力 三 额头较低 见识少 一个人额头较低 脑筋迟钝 见识有限 做事拖拖拉拉 还会推卸责任 事业上没啥企图心 缺乏冲劲 也不太容易有贵人相助 难以得到赏识和提拔 如果他们头发浓密的话 为人鲁莽极躁 容易独断专行 做事不考虑他人感受 四 额头宽阔 事业心重 额头宽阔的人通情达理 知进退 懂分寸 能够得到长辈的疼惜 更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支援 生活平顺 女性拥有很重的事业心 经常会没有精力兼顾家庭 不利于婚姻的维持 夫妻可能因此而争吵 五 额头方的人是个完美主义者 额头方角形 不爱幻想 重视实际 做事有条有理 非常坚持原则 属于完美主义者 往往脾气倔强 缺乏温柔浪漫 在感情上不容易和对方沟通 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修成正果 六 额头椭圆形的人 环境适应能力差 额头椭圆的人天生温和 心胸开阔 对朋友友好 有什么要求就会尽心尽力 所以常常会受到人情的牵绊 给自己添加烦恼和压力 因为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适应环境 他们很不适合到外地工作 运气上年过中年会比较顺利 七 额头低窄 精力充沛 额头低窄 头发卷曲 或者发红的人精力充沛 活力十足 喜欢冒险 追求刺激 但是显然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 不能够明辨是非曲直 态度先于行动 所以偶尔会被人怂恿利用 当枪来使 损人而不利己 八 额头凹凸分明 形式果断 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长得凹凸分明 从侧面看 额头到鼻梁的位置 会有很明显的高低起伏 说明这个人很固执 认准的事情石头牛也拉不回来 行动不受环境的影响和约束 也很有冒险精神 喜欢尝试新事物 新方法 具有很强的开拓意识 并且行事果断 不怕艰险 工作上是个很强的竞争对手 九 额头发肩 怀才不遇 额头发肩及额头的发际 出现美人肩的人 一般都不会很理想 这种面向印堂受到冲克 所以他们往往满腹才华得不到发挥 会常常变换工作 感情方面容易胡思乱想 在交往对象之间摇摆不定 只能不断变换交往对象 十 额头圆突具有文学气质 额头圆突饱满的人记忆力很好 想象力丰富 具有文学气质 并且具有很强的创造能力 多才多艺 潜心研究一门学问 很可能成为这一方面的专家学者 单干也能够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此人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 能够结交许多朋友 也能获得父母长辈的支持 人际关系和谐 十一 额头平坦判断立场 额头长得平坦的人智力平平 即使有所经历 也不会从中悟出深刻的见解 思想保守平庸 再加上生性内向不活泼 所以显得木讷矮板 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这种人还缺乏判断力 少主见 所以麻烦与纠纷 总是如影随形 让其不堪其扰 所以建议慎政交友 免得在感情和金钱上 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使自己血本无归 十二 额头隆起成就伪业 额头隆起是指梅棱谷隆起 或者两旁伏骨隆起 也叫伏骨插天 这是一种吉项 表示此人富有雄心壮志 气度宣昂 具有英豪气质 性格爽朗 机智幽默 很受人爱戴欣赏 具有很强的个人魅力 适合做领导 并能成就一番事业 十三 额头弯曲纹 轻连正直 额头弯曲纹 是指额头上生有三条横纹 其横纹的两端都向上弯曲 叫燕月纹 这种额像的人 行事坚守原则 克尽职守 鞠躬尽瘁 不求回报 又不喜纷争 但是老辣稳健 所以适合担任公职 或者管理监督等职 十四 额头横杂纹 杂念太多 额头横杂纹 是指额头上有很多凌乱的 断断续续的皱纹 这种额像的人 考虑问题比较多 很神精致 疑神疑鬼 对于考虑担忧的事情多 所以会把自己搞得非常疲惫 整天烦躁不安 从而影响周围亲人和朋友安宁 所以都避而远之 显然 在其一生中 也很少有贵人相助 只能靠自己劳碌帮忙 略想轻浮 十 额头三横纹 可堪大用 相学上把三条横纹 叫做福西纹 这种人具有很多性格上的优点 可堪大用 其不仅心情敦厚 能够获取众人的信服 而且具有坚强的意志力 能吃苦 有耐心 喜欢学习 并接受新事物 见解深刻精辟 具有厚积薄发之士 当机会来临之时 这种人会果断出手 无人能敌 能成就一番事业 十六 额头纵横纹 多艰难险阻 额头纵横纹 是指额头的皱纹 生得杂乱无章 这种人比较喜欢 依靠个人的力量去奋斗 不懂得利用团队的力量 借助他人之事 为我所用 所以 一生中会遭受很多的艰难险阻 经受各种挫折考验 常尽事态炎凉 多变得运势后 变得消沉无助 自怨自艺 不过 这种人在这种生活的考打锤炼下 会变得坚毅刚强 最后达到成功 十七 额骨长智 说话不慎 额头长有智八的人 可能说话不慎 容易得罪人 尤其是得罪领导 往往很难得到领导提拔 十八 额骨不平 有出家的倾向 额头上的骨头凹凸不平 其人际遇坎坷 命是起伏不定 甚至有出家的倾向 十九 额骨过于突兀 性情怪异 高突如山峰的额骨 见解多与众人不同 但也性情怪异 孤立孤僻 不合群 二十 额骨低线 容易饿死 额骨低线属于胸相 会破落无成 如果凹陷太深 还会有病危 或者凶死的可能 二十一 额头骨肉相衬 富贵吉祥 胆照经上说 骨肉相衬称为吉祥 大多富贵吉祥 所谓骨肉相衬 就是面部骨肉分配 要恰到好处 骨路肉少 或者肉太多不见骨 都不是吉祥 骨头要隐隐透现 骨有肉包而不粗骨 不宜肉少而露骨 或者骨平而肉多 因为意志 信心与实力 还是要有所隐藏的好 太多则容易坚持 不容易合群 往往缺乏别人肯定与支持 人的额头形状 大小 高低这些 都是天生的 但是额头上的皱纹 却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 因此额头生得不好的人 也不要气馁 或许额头上的皱纹 能给你带来好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